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北股市今天又是AI洗刷刷 盤中大幅震盪 但是今天的恐慌程度 好像比昨天稍微低一點點 這個五盤過後 台北股市當中大跌的AI指標股 還有要來奮力拉升的味道 廣達一度挑戰翻紅 只是不畏的族群好像不夠強 網通軍工昨天非常強勢 但是今天有一點點 扶不起來不給力 又是一日行情嗎 台北股市現在看起來 AI沒有完全的熄火 先行指標要觀察誰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又鳴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鄭偉 群偉 徐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吳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AI概念國又來洗刷刷震盪了 AI到底這個能不能減 大家都在問 但是就怕買了之後變得更悲哀 怎麼觀察指紋的訊號 今天蕭老師先幫大家 抓出了先行指標 是什麼呢 跟這個訊息有沒有關係 美國要寄出新的製裁 主要是針對成熟製程 那這個成熟製程如果說被制裁的話 中國要自己想辦法發展 台灣供應鏈有機會嗎 世界先進今天要召開法說會 能不能夠拼個利空出鏡 而廣達偽創大家還是好關心 大哥漲多修正很正常 但是要修正到哪裡去呢 不過聯法科也說他也有AI 股價這兩天非常的穩 補漲行情怎麼看 能不能夠複製大哥的走勢呢 請問老蕭老師囉 NVIDIA目前依然在美股當中守住月線 那台股的AI火種韓梅錫 還有三大利多等待翻校 只是想指紋要先看創意 這兩天創意打跌停 下修全年的展望跟營收 苦吞了兩根的跌停板 很多人在問創意什麼時候 止跌跟AI後續走勢非常有關聯 想搶短先等等不要急嗎 但是越關越大尾 這個行情可能會失靈了 看看偽創出關到現在氣勢很弱 後面還有好幾支公司 AI概念股要解禁囉 千萬不要先壓寶嗎 請問偽群老師 再來關注林百里今天 據傳下午出面要來談 AI醫療的佈局 這兩天這個廣達的大跌 已經讓市值 一下子蒸發了千億元 整體的AI的這個 市值的蒸發千億 這股價洗刷刷 能夠靠廣達的董事長林百里 一句信心喊話 提振整體AI概念股的氣勢嗎 而大盤鎮急跌股 怎麼樣找止跌的訊號 強短賺快錢 另外聰明錢往哪邊跑 馬斯克說 兩年之內缺電的話 就根本不用看AI了啦 電力股有沒有機會落後補漲呢 這是現在資金往這邊 停泊的標的嗎 你可以先佈局了嗎 請問展哥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盤今天指數方面 看到指紋的跡象 但是AI概念股 還是洗刷非常震盪 但今天感覺起來啦 恐慌氣氛比昨天少很多 至少沒有好多檔打到跌停板了 大盤今天開小高之後 一度壓到了盤下 那尾盤是再拉台 中場上漲67點收 在17212 成交量是3815億 比昨天量縮 那今天台積電還算穩 聯發科連續兩天的走強喔 尤其聯發科重回七字頭 站回季線 可是啊 AI概念股弱的還是有創意 創意苦吞第二根跌停 到尾窗肩盤中一度跌停 圍影的部分呢 股價也大跌 華城呢持續的弱 今天依然是跌停板 最近盤面上好多個股 很強的突然轉跌 它的修正幅度不是說是跌 是直接跌停給你看 讓這個買的投資人 根本逃都逃不掉 這樣的情況怎麼樣來做解釋呢 等一下會問老師 老師我們先從K線來做關注 今天是8月1號 豪佳在8月開門紅 但是今天這一天好像找不太到 8月份的主流在哪裡 對 整體上 如果從整體從形態來看 台北股市是個標準的回升 各位也許會說 既然是回升我們今天都不漲 各位請看我們很快速 你就把這個框架抓出來 然後把過去每個波動的最高最低 你把它標示出來 這裡叫A 這裡叫B 這裡叫C 這裡叫D OK 你把A跟B的最高最低抓出來 這個中間架守住它叫回升 所以當它從B往下跌 跌到C是不是守住中間架 這個叫回升 它告訴你它會過前高 這個前高在17401 它是不是過了 緊接而來這個點叫D 你把這個A跟這個D抓出來 它的中間值在這裡 它守在這個回升點 所以台股在緊接而來 它持續是一個多頭的框架 沒有改變 問題是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很快速把科技股 幾個主要的觀察標的 你做個觀察 首先我們先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納斯達克 我們只要把盤中最大量 不看開收盤 盤中最大量抓出來 在7月28號的早上9點45分 這個點叫14253 也就是除非納斯達克 守不住14253 否則不管今天晚上 包括本週它會持續挑戰新高點 回顧台我們看台積電 一模一樣 我們把最大交易量抓出來 這個交易量在98.43 我們做個比對98.43 除非ADR守不住這個點 否則整個ADR持續往上做攻堅 台股的台積電當然也不會 像表現得過於讓你來的 失望 對 最後我們看聯電 我個人認為接下來 整個主流真的是看聯電 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把這兩個最大量 把它分別抓出來 我們抓今天最接近的 最接近是在11月7號 這個價格在七塊三毛二 所以也就是說只要聯電的 ADR的價格 沒有跌落七塊三毛二 我們認為整個科技股 會有一波新的高點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講過 任何商品的評估 我們要先找到先行指標 先行指標不應該是 我們個人的偏好 因為往往我們個人在看 你會跟事實有一段落差 所以該怎麼辦呢 就都不用猜 就把所有的商品放上去 愛做做交叉比對 一比對你就發現到 其實全球科技股的領先指標 叫做聯電ADR 對 你怎麼猜都猜不到 你會猜艾斯摩爾 猜台積電 猜納斯達克 猜道球 但是蘇星就是聯電ADR 因為你真的做比對的 他告訴你 他會率先領先 所有的科技股率先來到最高點 相對的 他也會提前跌到最低點 所以當聯電的ADR 領先全球科技股再漲 縱使你看這個台積電 原本還趴在這裡 倒窮 這都還在底上 當聯電一路往上走 最終一定跟著往上走 當科技股聯電ADR再跌 大家會跟著做修正 現階段幫我清掉 我們看這個框框 各位請看 聯電的ADR是不是往下急跌 這個急跌有沒有帶量 有 有帶量 就急跌往下沙盤 其實是帶量的 帶量之後 從股價的走勢 形成一個短底 這是一個W底框架 代表說除非聯電的ADR 鎖不住7.32塊 否則整體上我們認為 台股在8月份是大有可為的 好 看起來聯電近期 有一點點止跌回升的味道 也守住了近期大量的高點 目前看起來聯電有轉強的意味 聯電轉強台北股市 又怎麼樣做觀察呢 其實真的滿有意思的 各位請看 這過去這四個交易日 為什麼要四個交易日 因為關鍵是在上週四 今天是星期二 所以4 5 1 2 明天是個結束點 關鍵在於上半週它漲不動 今天加權指數收在哪裡 今天就收在17 2 1 2 也就是說今天早上單一分鐘的強弱 關鍵在9點06分 好 加權指數早上9點06分 報價17 2 1 2 今天中場就剛好也是收在17 2 1 2 問題是周循環是17 2 3 5 所以你觀察 昨天跟今天過去這兩天 是不是壓在2 3 5以下 所以整體上明天就是關鍵了 那怎麼看就要看聯電集團 好 我明天的觀察就看聯電集團 能否帶領台北股市向上衝17 2 3 5 給下一個循環一個比較多頭的方向 那聯電跟會想到誰 會想到這個成熟製程 跟這個相關的世界先進等等的公司 那世界先進今天要法書會囉 庫存去話說比去年初預期更加緩慢 那Q3毛利率可能會下滑到28到29% 包含台積 聯電 利基電都這樣展望 世界先進也很難逃過一劫 那是有沒有可能是 痞疾它來的味道呢 這個訊息也很重要 美國要既新制裁 圍堵大陸發展成熟製程 所以大陸要大撒幣 成熟製程呢 步上太陽能後塵 但現在如果說自己要發展半導體 跟這個成熟製程相關的研發的話 要靠台灣廠商 美國牽制中國有助聯電 世界跟利基電 聯電基本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最近的利多 聯電上半年轉2.58 保守看Q3 聯融部分倒是還不錯啦 8月8號的法說 預計砍第三季會回升 聯發科部分 剛開完法收匯 第三季營收將激增重返千億元 在聯發科利空出境之後 股價這兩天非常的穩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各位從聯電 聯友到聯發科 其實你一看就知道了 上半年賺2.58對不對 聯友的部分上半年是賺了19塊 那聯發科呢 我們預期的今年全年 渴望來到40塊 明年上看超過5個股本之上 問題是你叫一算 不管是聯電聯友跟聯發科 你拿它的本益筆跟友達 跟廣達 跟群創 跟音業達 跟神達 跟這些做比對 它是嚴重被低估的 嚴重低估到底會不會漲 至於像廣達這些標的鼓 我們該怎麼針對下一步做觀測 好 各位請看左側 其實廣達還沒走完 你知道嗎 還沒走完 這兩天那麼細 但是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 廣達最主要就是 它原本的股價 長期以來去買進廣達的 包括這麼多數十家的ETF的基金 投資廣達 偉創 英內達 神達 聯電 聯發科 大家以廣達為例 平均買賣價格落在60到80 可是問題是各位 你要這麼想 ETF基金為什麼從6月底開始 一直到7月份 大幅度開始出脫 廣達 偉創 音業達 因為股價暴漲了 從80漲到270 這個幅度是很恐怖 起三倍 這其實是三倍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第一個 股價站上集結區 它會大漲 第二個 如果是重量級全值股 那你就一定要去看 這些ETF相關的持股有沒有出現變動 你會發現到在6月底到7月 大幅度被剔除 所以造成其實股價的波動 我覺得不是當衝這些操作者 而是ETF開始釋出股票 市場的籌碼不就形成鬆動嗎 市場增加了 可是整個短線的買賣 沒有跟著同比的一個成長 所以股價就形成波動 我們來看廣達 各位請看 這個是周K線圖 是不是一根大大的長黑K棒 問題是你要看右側 有沒有爆出 集結出非常龐大的交易量 其實還沒有 代表就是說 短線漲幅過大 本來就該跌加上籌碼被釋出 釋出之後股價這個回檔你就等 未來這裡會形成集結 一旦形成集結守得住 它就會形成一個所謂的 逃命波的反撲 所以不可能這樣直接下來 我們認為時間還沒到 我們要去找什麼 第一個本益比比它來的低的 並且剛剛形成的集結噴出的 所以各位請看 如果不用以外 就一定是聯發科了 對 各位請看 這裡大概是這個區間 最主要在600 七到700塊左右 OK 這裡是不是聯發科 長期以來 大家持有聯發科買賣 最多的會落在這個比重 我們來看 今天股價正式站上整個集結區 就等同當初的廣達 是不是站上80塊這個集結 所以單純就籌碼的觀察 加上過去這些遺體二部 聯發科是標準配備 問題是股價漲幅並不明顯 加上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各位請看 這個是系統 這個是系統 系統的聯家軍也是集結噴出 我們先從偽創再來看聯發科 各位請看 偽創今年也加3塊半而已 你每年5塊6好不好 加AI再怎麼挨 也才5塊6 那麼股價你一算 這本益比都衝到30倍 30倍 我們就來看聯發科怎麼算 來 我們看底下 好 我們看一下聯發科 53塊 股票70塊 本益比大約落在13.5倍附近 我們長期來觀察 聯發科其實股價本益比 只要低於15倍都加低估 過去你看不到這種10倍本益比 就是說從聯發科掛牌上市 這幾十年 他不得這10倍 其實只有在22年 其實他從來沒有跌到10倍本益比 所以以現階段來看 第一個從本益比的角度 這是被嚴重低估 從整個技術分析籌碼統計 它是集結噴出 所以我們的看法 緊接而來 你應該把重點放在 相關的聯電集團 特別是以聯發科聯勇系統 這些率先走強的 能不能帶領台股8月份 再直接挑戰18619 好 老師認為 因為畢竟之前包含廣達跟偽創 不是他不好 而是因為本益比拉得太高了 會被這個被動型的ETF給調節 那反倒是本益比相對低的 也有搭上AI題材的 看起來有後發現制的味道 這一些大型股 能夠能夠維持人氣的話 跟資金持續貫注的話 台北股是挑戰前高 還是大有可為的 那這一次我們在觀察聯電集團 跟過去上個月可能有點不同 也就是說上個月你看到 在集團股攻堅的過程裡面 誰先發動的 一定是老大先發動的 大哥 一定是廣達先動 再來什麼廣民 對不對 一定都是老大 那整個聯電集團 我們認為壓盤最後的 才會是聯電 老大是壓最後 老大會 那誰先呢 第一個是 我們現在眼睛看到絕對是系統 因為系統在28號 是不是率先拿到5分了 OK 所以第一個是 其實是聯陽 可是聯陽今天是走弱 還有華臺也轉弱了 好 系統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 今天正式拿到5分的 則是輪到3034 低本益比的聯勇 以及2454的聯發科 這兩檔個股在今天都出現 第一個 不但是拿到滿級分 並且股價在今天 正式出現集結噴出 所以這種標的股 我們認為是本週 你一定要觀察的標的 好 聯家軍一檔一檔輪動 上禮拜強的是華臺跟聯陽 但是整體集團其實沒滅 輪到系統聯勇跟聯發科 來做表現 另外人保集團 老師怎麼做觀察呢 對 在於人保集團的部分 目前以今天8月1號來看 暫時沒有拿到5分的 所以歡迎各位 可以加入我們的Light at Light at裡面 我們會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就是說因為股價 只要出現任何的波動 我們會幫大家做第一時間的一個 價格得分的一個變動 首先我們再看 這是針對廣達跟偽創集團 也就是說你其實你只要一看 它其實很明顯 最主要大約在上個禮拜的 25 26過後 整體上不管是廣達或偽創 它就正式都轉入了 所以當你在運用得分表記住 如果一旦從5分往下盪 你要小心 你就要做主意 代表說已經轉弱了 你要站在減碼 甚至於站在賣方 好 我感謝老蕭老師提醒大家 幸運 儘管說今天這個廣達跟偽創 兩隻老大哥 他的這個跌幅跟這個氣勢 沒有像昨天這麼的弱 但老師認為從得分表來做觀察 的確廣達偽創集團 有要稍微熄火的味道 不過台北股市多頭沒有走完 可以留意一下聯電集團很多檔各國 輪動發動的契機跟實機點 那怎麼樣來針對這個得分表來做掌握呢 您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剛才老蕭老師所講的集團個股 得分表的最新觀察 在盤中隊做更新 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同學們做分享跟互動 你有問題也可以這個加入Light 跟老蕭老師來提問 老師有空會跟同學們做這個討論 我要來一下為什麼講AI還沒死 台北股市有機會再佔新高 因為精神領袖在美國 NVIDIA守住月線根本沒破 NVIDIA不死台股的AI多頭不止嗎 火種都還沒熄 還有三大利多發酵 短線掌多修正沒關係 但是高檔的不敢買低檔的 慢地式鑽石怎麼剪 請問韋群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571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沒有AI很BI 但最高AI一樣很BI 所以但是這兩天的AI概念股大震盪 我們的多頭總是令張錫他說 不要擔心 只是修正而已 畢竟唯一創廣達指標重挫 大家都很擔心 張錫認為說反而可以逢低布局 迎接長線的成長 華爾街看好輝達AI需求破表 而且輝達的股價目前還守在月線之上 8月23號每股盤後會公佈的財報 目前好多家的外資都看輝達的目標價 比現階段還要遠 還有滿大的空間可以期待 不過我們來聊一聊AI概念股 高檔的震盪怎麼樣來做解釋 老師會說不過低檔輪番發動的換誰呢 是另外一個大哥聯發科 聯發科在上個禮拜五召開法術會之後呢 把利空都講清楚了啦 就利空講完之後呢 股價不跌反漲還漲了兩天 外資昨天買了7970張三大法人同買 高盛說聯發科未來12到18個月會重返成長 而且股價真的明顯的落後大盤 它是隱藏的AI寶石嗎 凱基大和麥格里瑞瑩都選買進 甚至調高到優於大盤最高看到805塊 好 老師這個呢 偽創廣達大家都想問 聯發科莫名其妙的 大家也都覺得很意外 難道說我的資金 希望AI的可以往聯發科來做停播嗎 那其實你跟大家講過好多次就是說 其實AI長線非常好 但是高檔的真的要小心 要提防有圍巾 低檔的依然還是很有機會 好的 沒錯 我想基本上AI絕對是長線 因為畢竟現在只動到伺服器那一塊 對啊 甚至伺服器其實也沒有大幅的下單 大家都還在剛開始的階段 那當然你伺服器有了 有運算中心有了 你就會用到手機啦 汽車啦 我們所有的手持式的裝置 甚至家電 甚至智慧交通 智慧醫療等等 但是我們還是要看 個股的本益比跟基本面 那比如說最近漲了很多的一些 組裝廠就開始震盪 對 甚至其實如果說 第二季的半年報出來 有些數字不好看 應該法人有些預估已經出來 數字不好看 就先跑再說 對 你看連最強最強的創意 我想我們從去年 先進製成封裝 我就說三百多塊創意可以買 對不對 漲到兩千塊 最近是兩支跌停 對啊 而且還鎖住 今天好多檔已經沒有鎖住了 但它繼續鎖跌停 對 那代表說 其實法人籌碼鬆動了啦 那當然其實你說低檔 剛才明君也講到聯發科嘛 譬如說 其實我前幾天也講說 聯發科本益比已經來到這麼低 其實會反彈 十來倍而已 會反彈 甚至看到今天最新的新聞 Intel Intel其實它的技術也很好 它說它三奈米的一個量力突破了 伺服器的CPU 它是用CPU來做的 Intel的基辛格 其實前陣子也跑到中國大陸 其實它也要 因為NVIDIA如果被禁的話 反而Intel它想搶這個生意 你看最近其實美光也漲 Intel也漲 如果我們看美股的話 反正Intel大家已經不再看它了 反正它最近落後補漲 所以其實AI絕對是一個長線主流 甚至我想Intel它做的是大功率的 跟台積電做的不一樣 它做的都是高功率 這邊沒有看到嗎 高功率的 對 對 效率提高 它是大功率的晶片 所以其實每一家的技術能力不一樣 我們都要去很深刻的去做個了解 那Intel當然它有它的一個 扶持的相關的廠商 就像說那時候AI一號 神達就是比較跟Intel合作 對… 那時候28 29塊 我有介紹 這陣子漲到58塊 老師你昨天還講了一檔加折 加折 甚至加折 對 200塊去那高吧 不用看 太強了 對 所以我們其實都可以從這方面 找到一些比較低檔的 那就像我常講 真的啦 其實有時候 大家很多同學會 非常著重在技術面操作 其實技術面它只是一個 讓你短線買賣的一個參考 甚至有了隔日衝之後 你看到最近 每次看到技術面轉牆 你去追 隔天都是跌停 被修林 對 每天隔天都是跌停 那你都要停損 那真的不要這樣子玩 我常講 我們找一家好的公司 產業競爭力 未來兩年 三年很好 對不對 現在可能它不動 但是未來有機會的 對不對 那你逢地布局 對不對 那籌碼面當然很重要 因為畢竟這邊有投信 有外資 有隔日衝 甚至有一些內資的小阻力 當然我們就要特別的著重 去觀察籌碼面的變化 那技術面真的 隔日衝這麼長久 這幾年下來你看到的 真的 技術面就是 不如一碗泡麵 這技術面很容易 被這個籌碼給打亂 一定都被修理了 太多太多 我想各位同學應該很清楚 甚至你看到 昨天還比較強的紅塑跟星雲 今天也都跌停了 對啊 今天搞怕 這怎麼玩 一天20% 對不對 為什麼 就是投信開始到貨 你要看裡面誰在做的 所以我一直長期的觀念說 買長線好的公司買在低檔區 怎麼賣都賺 就像說我昨天特別提到 我在禮拜去參加同學會 對 那真的也順便看一看中哥 真的啊 你說 真的同學很多都在業界工作 幾乎啦 幾乎啦 你說像對不對 那個組裝廠的 對不對 他們還有配股 他明年還有配股 隨便賣都賺好不好 對啊 真好 本來是 成本是零 本來配股是一百多萬 現在應該變了四百萬 他想一想 他換車子 換賓士的 而且他們公司還有一個採購 聽說有兩千張 配… 配都沒有賣 對 都沒有賣 本來想說當存股 對 本來想說領利息 本來想說都已經不抱希望了 每年幾百萬嘛 蒙談嘛 現在呢 今年就多兩億 真的啊 甚至我想有一個紅素的 我想這個是紅素的 現在這幾天也很開心 但是他也跟我說啦 其實說今年業績不是說很好 今年業績真的不是很好 那你看三一 三一紅素好了 好 三一 三一 對 我們把誰拿 你看長得比台積電還貴 怎麼可能 我講難聽一點 你跟台積電做生意 你賣機台給台積電 其實是不好賺的 因為台積電很大 它的採購量又很大 都是大家都要聽台積電 就是跟你跟蘋果代工一樣嘛 壓低毛利 都被壓低毛利嘛 你看紅素這一波漲上來 誰在買 投信 對不對 投信來做帳 昨天最後月底嘛 它還硬拉嘛 但是今天呢 你看 我們把江坡圖打出來 江坡走勢圖 打出來 所以今天你不跑 真狠 十幾%就跟你殺下來 所以你說技術面有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你說 真的我們常看 就是說真的你要知道說 有些好的公司還在抵 不就像這個是中砂的副總嘛 為什麼那時候80塊 我要介紹中砂 甚至這個 以前是化漢的協力 它化漢賣在500塊 100張 100張 神有 很棒 所以每家公司都有它真正的一個 實際的基本面 有些真的你聽了 你說他們公司根本做不出來 為什麼媒體這樣講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真的我們產業是產業 對 股市是股市 但是你要把它 不要說去買太貴的 對 你買到太貴真的就會很辛苦 就像最近很多同學都在問 抱得心經彈跳 對啊 有人問我神達買在57塊 我真的我也三條線 對啊 因為老師這個神達 今天是威勝出關 對 出關受到這個大盤的拖累 AI概念股不振 股價非常弱勢 那本週還有輪到神達跟營業達 那我就想追問一下老師 因為偽創出關之後氣勢非常的 完全沒有這個什麼 越觀越大尾的這個情況出現 是不是這一波AI概念股 畢竟漲多了 要越觀越大尾的機率 還滿低的 就看公司 我覺得就看公司的競爭 你說因為他們都是組裝廠 那時候我看到偽創 廣達都漲到天上 那時候我是想說 選3706的神達 對不對 那時候神達還沒動 28 29塊 我沒想到最近大家封成這樣 很多人買在這裡 我說真的你就 能少賠就少賠 因為這接下來你說 明年的EPS多少 說真的啦 連自己公司人都算不太出來 我只講這樣的實際話 就像說我為什麼說 從上個禮拜開始 創意四星 我給他的分數就開始降低了 對 你看他創意這兩天跌停 照理講 AI全世界收益最大是誰 NVIDIA 對不對 再來就是台積電 對 再來就是創意四星 對不對 對 連創意都可以跌兩根跌停板的 你說那些毛利率那麼低的組裝廠 他憑什麼能有那麼高的本益比 我講很難聽一點 對不對 那甚至你說 對 為什麼我最近說 聯發科 瑞翼 艾普對不對 反而這些低檔甚至優群 有特殊的 反而都有機會 甚至比較便宜的金號等等 這不一樣的位階 不一樣的股價 我是特別耳提 祕密說不要去追這個在天上了 對 恐怖啦 因為你看今天好 雖然說廣達 偉創 我覺得他滿強的 他這跌上來到底是誰在接啊 其實就是大家心不死 還翻紅 大家心都不死 我還 你還記得兩年前 航運股的時候 好 我們把2609打出來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不能跟AI網比吧 把時間拉長一點 當然不能比 但是問題是都很類似 你看這邊放大 如果說你這邊把它放大 這一段放大 這一段放大一點點 對 這一段放大 好 那這段這段 謝謝 一般這段這段這段 不行了 好 234 跌到190 170 跌破了十字線 跌破了六字線 大家都想搶反彈 對不對 都細啊 有一句俗願叫說什麼 新手死在山頂上 老手死在半山腰 為什麼 就搶反彈 對 新手真的被騙 那是很正常 因為那時候很多小白 真的不知道嗎 那時候 什麼紅眼頭顧都 喊300 500隨便亂喊 對不對 每個都瘋了 但是呢 對不對 老手不會那麼笨 但是老手想說 技術面有反彈 我230跌到150 我搶個反彈 我買個便當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沒跑 你這邊190 你看到現在多少 50幾塊 當然明君說的也對 你說這些不會像他們那樣 是幾百年的難得一見的獲利 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友達群創 對不對 我想我想 友達群創 3481 也是一個非常血淋淋的例子 3481 謝謝 一樣的情況嘛 那時候我也說 在這邊我也叫人家不要買 很多人套在那裡 對 那時候叫人家大家不要買 這邊我都說不要賣 會反彈 但是 他也還不會反彈到這邊 不可能啦 因為他的獲利 主導性沒那麼大 除非你說友達群創 我今天車用面板大爆發 我接到很多大單 獲利又改善 對不對 那時候才有這個機會 現在是有在接車用面板 但是好像也沒大爆發 沒有那麼大的改善 所以你看他 他雖然有反彈 但是也回不去你三十幾塊 那你說廣達偽創這些 講實在話 你AI佔比多少 對不對 為什麼他要賣微影 我還記得我同學說 以前微影從廣達出去 那邊的人在哭 偽創 從偽創出去 那微影人那時候在哭 現在微影人在笑 隨便賣都贏 對不對 就像聯發科 從聯電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聯發科人在哭 結果現在有聯發科人在笑 對 聯電人在哭 為什麼 因為產業不同 對 所以你看廣達 今天也是跌破十日線 而且是帶量 如果各位同學 你有機會你自己把 那時候航運股的 那技術線型 那時候尖頭下來的情況看一次 我不希望說真的 因為畢竟已經本益比太高 EPS對不對 毛利率6% 我們來比聯發科 比創意好了 創意毛利率29% 這怎麼比 它都可以兩根跌 對 它都兩根跌停了 它當然明天一定會打開 你覺得 我覺得會打開 那還可以搶短嗎 就是 就是要手腳要快 因為明天一定會打開 但是 籌碼已經亂了 跌下來融資增加 所以這邊 每一檔的位階不同 就像艾浦為什麼 最近我說它就比較強 對啊 對不對 因為它 開始成長 震不下來 位階比較低 VHM有這個想像空間 甚至再來 聯發科也是一樣 聯發科其實 一千塊的時候我都不看好 為什麼 因為有高通的競爭 對 但是跌下來 我說最近都不要賣 那時候去年 五百多塊 我說會反彈有沒有 反彈到這缺口附近 這邊就是賣 最近就是一個反彈 但是 因為聯發科股本也大 它也是要靠外資的推動 對 如果說各位同學有興趣 今天有一檔小聯發科 小聯發科 可以來跟我們做個聯絡 股價比較高一點 但是 籌碼青 產業的成長性高 具備高成長 對 這個比較特殊 所以 基本上 這邊來說就是找低檔的 甚至生技類 我覺得慢慢要蠢蠢欲動 今天那個台藥 對 比較很強 做新藥的 做新藥的 其實 慢慢的 台藥還有 台藥的代號是 4746 對 我說新藥的爆發力 比較大一點 你看6472的寶瑞 6472 寶瑞最近長多了 所以它比較拉不起來 對 但是你看那個1795的美食 1795 美食比較 看起來有點蠢蠢欲動 慢慢蹲 6446的藥滑藥 6446 對 這邊也是個底部 打很久了 就等營收工部 再來4743的合一 4743 對 這邊就是等一個大陸藥症 或者說等一個低檔的反彈 老師我看你給的這個生技股 產業競爭力其實都排得滿前面 老師選出來的 對 那生技股今天這兩天應該說在 AI概念股震盪過程當中 其實算滿穩的 幾乎都沒有什麼跌 那這個資金的輪轉效應 可能會流到低檔AI 甚至生技股跟次數群來做停泊嗎 怎麼還做這個產業選股 跟這個資金流動方向的掌握呢 您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韋群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剛才韋群老師所講的這個 小聯發科爆發性成長 可期股價位階還算低 怎麼樣來做這個掌握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韋群老師的QR Code 掃一下之後 可以跟韋群老師加個朋友 那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跟韋群老師來詢問 老師有空中的時候 會在Lighton裡面 跟同學們來做回覆跟解答啦 我要來看一下 這廣達股價這兩天的大洗刷 AI概念股 這樣子大幅度的大震盪 做大怒神 市值蒸發了千億元 這怎麼可能行呢 這AI的元帥林白李董事長 今天出面要談AI醫療 AI的應用 五花八門能夠救市值蒸發百億的 AI股信心嗎 我也希望廣達怎麼做關注 請問展哥休息一下 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因為這禮拜開始我們的展哥又來輪值了 那今天一來就要給你答難題啊 因為這兩天 AI概念股大幅度的震盪 兩個禮拜前才有這個賺好多的打油師 今天盤中午又看到新的打油師出來 真的很悲情 AI變BI怎麼才疊一天梗塗就來了 包含了 埋進偽創 身心受創 擁有光保 身價不保等等 那AI酸民和當年航酸一樣的多嗎 尤其廣達最商 市值財破兆元 沒想到這兩天的大跌一天 市值蒸發超過千億元 剛才林百里董事長露面了 他是出席這個 醫療相關的活動 問到股價他怎麼講呢 他說股價好的心電圖安 真的可以安慰股民嗎 因為這兩天股民們如果買AI的 應該心臟跟血壓也還飆得滿高的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最近包含的廣大尾床 昨天都有跌停 那今天這兩檔都尾創一度跌停 但打開廣大還瞬間由黑來翻紅 最近跌停股有哪一些特色 包含了滑幅 波段跌39% 中心跌跌28% 不會只跌一天股價馬上V轉 但是要整理多久呢 可能要整理6到7天 注意低檔爆量 而後不破當日低點就短線只跌嗎 這樣的一個方法 可以用在這兩天看到的 AI相關概念股嗎 這個當然我們技術面 會搭配到消息面的操作嘛 對 那當然像這個中心店 我們舉它當例子 好 它那時候是B案出來嘛 連續兩根跌停嘛 跌停第三天打開 其實之前我們跟大家聊過 像那個去年的什麼穩帽嘛 一龍店嘛 那時候講這個 很大的利空 對 然後你看低檔是不是爆大量 對啊 跟前面比很明顯嘛 所以爆大量這個低點不能破 結果隔天稍微測一下破一下 然後又收上來 所以這邊是不是間低點 有可能喔 確實是有可能 然後這邊我留下來的是季線 然後昨天也是站回到季線之上 但是今天當然又跌下來 只有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簡單講 就這一根位置都不能跌破 那這幾天我們講那個 那個AI的族群嘛 對 他們這樣跌下來之後 好像量能什麼時候開始見低點 因為技術面我們常會講 一句話叫什麼 下殺取量 如果下殺真的有大量進來的時候 那我覺得那時候真的要再進 可以照那時候再來做進場的動作 現在可能先不要急 對 我覺得先不要急 因為現在可能還在震盪的過程 所以先那個 冷耐一下 冷耐一下 對 不過當然我說AI的話題啦 到底能不能 是不是一個大的未來 到現在為止我都還認為是 不過當然幾個角度 第一個 我們知道今年下半年 可能消費金店只會回溫嘛 所以你說他們漲翻天是純AI嗎 其實不盡然 我說實在話 因為現在2023年嘛 對 你說伺服器才這裡啊 才這麼少 然後其他的你說這是電腦嘛 對 PC PC嘛 然後智慧手機嘛 手機 對 對 你說實際上估計是到2025年 整個伺服器才會起來超過 所以你說這一波是漲AI嗎 我覺得比較像是題材 然後再來另外一部分 可能比較實質的是什麼 消費金店只 所以下半年消費金店只 還是有機會回溫 是壓寶PC跟手機慢慢的回溫 這樣的題材 對 所以你說這一波拉回是不是可以承接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消費金店只回溫 加上AI伺服器這一塊 還是會持續上升 概念上是這樣 然後再來 我們那個說到這一個 本益比 那個我們會發覺 最近的狀況看起來好像營收都沒有成長 然後獲利也沒有成長 結果股價成長很快嘛 那大家就會想說 到底這樣漲是不是真的亂漲一通嘛 然後所以我們簡單來看 過去幾年其實從電子業的歷史來看 其實幾次 第一個是PC的革命嘛 對 然後再來智慧型手機嘛 對 所以這兩次的革命 最受惠的其實都是台灣的供應鏈 那你看那時候 以前我們剛出社會 小時候的時候 有沒有 我們電子業本益比該多少 我們印象中好像電子業 都是三四十倍本益比啊 那現在都沒有嘛 他們才多少倍 之前啦 對 之前十倍 但是你看 我們就看這個是過去本益比的圖 這廣達的 廣達過去在PC時代最高 你看來到六十倍 然後這裡 智慧型手機的時候也是二三十倍 那現在多少 三十一倍多 所以以本益比的角度 確實它現在來到一個 好像差不多 跟智慧型手機 當時差不多的狀況 那後面需要什麼 就是EPS的推升 因為本益比是P出EPS嘛 對 所以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能不能上來 能上來的話 我會覺得還有空間 所以後續的狀況 那當然尾創現在也是二十九倍多 所以確實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擔心 可能會 好 再來這個是什麼 音業達 音業達 我們也可以看到 過去大概三十倍 然後這裡大概是二十多倍 現在已經四十倍了 現在來到四十倍了 對 真是盤中的數字 音業達長得比較多一點點 對 應該說它的EPS稍微差一點 理解 所以股價稍微上來一點 也是沒有跟上 但是當中當然 鴻海 今天也有個新聞說什麼 竹科開始有電動巴士 開始載工程師了 但你看鴻海還是一樣 趴在地上 還是十二倍多 所以有沒有機會 其實我覺得 整個族群 並不能說沒有機會 客觀講是這樣 那當然我們回到技術面 我們就來看這個尾創 第一個 這裡第一次漲上來拉回的低點 這個位置我覺得要注意 那現在靠近了嘛 所以今天是跌 然後這邊是回到月線附近 所以接下來這個位置 能不能守住 一二三左右 對 大概一二三左右 如果這邊不能守的話 我覺得回來看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 七塊三附近的位置 不過當然這時候還有一個 百元關卡在中間 對 所以原則上 我覺得在主觀來看 我在這邊附近 開始做一個止疊的機率 我覺得先注意 一二三有機會 可能有機會 對 但是先不要說 一到了我就先猜 猜低點 先買 可能要搭配量 對 倒不應該這樣子看 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下沙取量 然後看有指紋的跡象 是 然後再來廣達 這一波其實也很強 它比較強啦 對 然後但是這裡有一個整理區嘛 有 現在也靠近了 然後這個整理區還有什麼 月線 所以因為他們兩檔 跟季線的乖離都比較大 所以客觀講他們波動大 是很正常的 對 所以這拉回到這邊附近 有辦法止穩的話 再找機會 那當然到時候會搭配什麼 第一個現在是8月1號 對 8月10號還有7月營收 8月14號還有第二季的財報 沒錯 不過看起來 我估計第二季財報 不會好到哪裡去 你說這兩檔公司 對 第二季Q2財報不會太好 對 因為他們營收都沒有啟色 是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那當然財報的觀察重點 譬如說像之前我們在講 台光電的時候 我們就在說台光電它第二季 其實它的營收也沒有起來 但是它財報出來的數字是什麼 記不記我們第一季講 台光電有什麼推薦 因為進入到AI伺服器的時候 從那個Low Loss的規格 變成Very Low Loss的規格 所以看起來第二季 台光電的財報 是毛利率有所上升 毛利率往上提的 對 所以簡單講 就AI伺服器的這一塊 對於這些公司的影響就是什麼 ASP會上升 毛利率有機會提升 所以如果看到毛利率提升 對於財報來講 也是一個好的解釋 理解 不一定一定要看EPS 大幅度的往上跳 但毛利率有改善 就是一個訊號 對 代表產品組合 有所調整 好 這邊查播一下 如果說對這個 AI相關概念果斷 線上面的震盪操作 怎麼樣來抓這個支撐價位 跟觀察量價關係的話 您都可以參考 畫面上面 我們展哥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展哥加個朋友 加個來 剛才從偉創 從廣達 甚至中興店跟華服 這些最近比較弱勢的股票 怎麼樣看這個下跌之後 直穩的訊號來做介入 想搶短的 膽子大的 如果想要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展哥來詢問 展哥在Lighton裡面 有很多的資訊 這個直播節目 在Lighton裡面 也會跟大家來做分享 老師我想問 但是說真的 高檔震盪洗刷刷 一般的心臟真的受不了 那最近聰明前 有往一些次主群在跑 昨天的軍工跟網通 本來覺得太棒了 可以接棒 沒想到似乎有一點 一日行情 這會不會是短線上面 看起來滿明顯的一個跡象呢 對 因為過去資金 前段時間資金都被AI吸走了 AI吸走了 是啊 所以你說接下來流出來 會不會流到哪裡 就要去找 當然是中間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題材 當然從這個延伸出來 像馬斯科最近也在講 AI的大環境之下 用電量還會大幅提升 其實關於電的部分 我們也講過很多次了 其實這個真的是大議題 甚至你說包含美國 美國也說2045年 可能用電量會翻倍 然後馬斯科是說什麼 現在就是缺電了 不管你想像是多少 絕對比你想的還要更多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 用電 不管是在電動車 不管是在AI 都是大幅耗電的 過去我們也聊過說 複月超級電腦 一小時的用電 大概要花15萬台幣 所以都是驚人的吃電怪物 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 還有哪些相關的個股 當然每次講到這個 大家都問我說 綠能好不好 綠能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會問綠能 但是每次講到綠能 我就說太陽能 我真的不推薦 太陽能你不推薦 對 但是講到這裡 我們就會回頭來講說 今天就來推薦太陽能好了 當然不是這個概念 為什麼當初 我一直都不推薦太陽能 原因是因為 台灣的太陽能上市 相關的公司 上市衛的公司 多半是做什麼 太陽能電池 對 那太陽能電池的毛利率 真的不高 所以我們就看它的利潤 毛利率的部分 這裡是20% 你看他們過去 利潤其實都是十幾% 然後近期帽迪有上來 帽迪這是一個新技術 跟工業院合作 TopCom的技術 但是你看 相關的個股裡面 有一檔 倉核 倉核高很多 快40% 但是它不是做太陽能電池 它做網板 網板 網板是什麼 就是網板印刷 小時候美術課有做過 網板印刷有沒有 刷 就是那個東西 但是不要想得很複雜 其實就是那個 然後整體再來看 營業利率的角度 我們發覺安吉不錯 對 所以每次我講到這個結論 都是什麼 太陽能電池不要碰 但是電廠可以做 電廠 因為安吉 其他的幾乎都全部電池 安吉大概有十幾%是電廠 那這一部分營收也會慢慢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可以注意 當然其他從技術面來看 這幾檔這都留季線 季線向下價格在季線之下 這叫什麼 空投 空投 所以這幾檔我都建議 還是看看就好 很新聯合再生帽迪安吉 目前這個技術形態都是偏空 對 就是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然後我們講那個 蒼盒是做什麼 網板 印刷 對 網板就是印什麼 印上去第一個 電子產品上面 像PCB是什麼 P是什麼 Printed 就是印刷電路板 對 就是印 就是那個概念而已 所以在太陽能的應用上面 它上面都有那個導線匠 有線 導電匠 你說網板的成本多少 網板其實是模具 所以網板的成本其實佔比是不高 但是它上面用出去的銀漿 那個是第二大成本 所以蒼盒他們推出來新的技術 3D的網板 其實現在已經給客戶試用了 然後評價都不錯 然後預計第三劑還會再 持續增加產能 所以 用在太陽能板上面 對 但是其實應用 他們公司應用都很快 裹錶板 蘋蓋印刷 醫療都有 對 像這個就印刷劑 對 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 整個技術面的角度 好 這一波當然漲還滿多的 其實確實是漲了一波 但漲了一波 現在的 以過去實際看到的財務數字 前一段時間都持續的飆升 但是我們剛剛講 是不是3Q它有擴產的題材 有 再來3D的網板 目前沒有競爭對手 只有他會做 過往最大的競爭對手 是日本 村上 但是看起來3D的技術 現在市面上是沒有人追上 所以其實這一檔個股 它在2019年到2020年的時候 那一次也有一個 技術的迭代更新 所以那一波好像不要300多塊 對 那你看回到這裡 那如果它的真的3D網板 如果我們業界預估的 真的這麼好的話 那這邊是不是有機會 再往上突破 那當然這一段因為漲多了 所以這裡是管制 被關 所以這裡出關第一天 出關完 之前我們是不是講過 這裡是不是一個震盪的格局 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第一點 比較會碰好一點 碰兩次 對 第一次這個管制中嘛 對 然後這裡再點一次 也守住 那這邊有機會有沒有突破 這個位置是多少 157.5 或者是157附近的位置 對 那這個地方 今天其實是有點帶量突破 但是盤制不好 又跟著回來 所以未來幾天如果站上157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 那就等下